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连筷子都拿不了呢 我专门换了两幅图给大家科普脊髓损伤高位和低位的区别 如果我们的脊柱是树 脊髓损伤的部位在颈椎 即树干的位置 那从树干长出来的所有分支全部都会枯萎 如果脊髓损伤的部位在腰椎 即在分支上 那其余的树枝和树干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一句话 只有瘦身皮面以下身体部位才会瘫痪 并伴随感觉的消失 包括触碰 冷热 疼痛 以及痒感 这也说明为什么目前很多脊髓损伤的治疗实验 对象都很少有颈椎的患者 我医生会诊后呢 我去拍了CT 一躺上检查床 就想起了在北京康复的那两年里 我每个月都要冲血 做CT 做B操 家常便饭 一直以来呢 我受到很多网友 或是骨折呀 或是某种疾病呀 或者是抑郁症 都有私讯问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说实话 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 也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就像奥运会冠金 他们拿到金牌的背后 是日复一日多年的努力 而我在瘫痪的那一刻起 所经历的绝望 痛苦 悲伤 也埋藏在了过去数千个日夜里 有时候别人说再多的心灵鸡疼 不离你自己一瞬间的释然 只有自己想通了 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医生拿到我的CT结果 很疑惑 是不是因为太瘦了 导致脊柱秃得特别厉害 外形的是 我的脊柱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呢 是出在我的腰肌和背肌 已经肌肉萎缩了 导致脊柱看着秃起 同时呢 肌肉无力 又长时间负重 导致才有疼痛感 所以现在呢 我都是坐一会儿 躺一会儿 变化姿势 并且重新调整了我的靠背 让它更加贴合我的脊柱 要是没有靠背的话 我是一点都没办法坐着的 我的轮椅上呢 还配备了一个 三千多元的防水 压创的气垫 如果是普通的一镇子的话 我做过手术的低微护 真的会是痛得如左针寨 之后呢 我又参观了医院的康护中心 有很多器械都是我以前在北京都做过的 那会儿啊 我在北京每天早上八点就开始上课 到下午五点扎完针就擦回家 练习手的抓我能力的OT课 就是三十分钟都在拧螺丝 捡木棍 就这么练了两年 枯燥 沮散 到现在我也没办法拧下一颗螺丝 我还看到了外骨骼器械人 很多网友都口我提过 其实我几年前就已经试过了 当时还准备买一个回家自己练习 一个外骨骼大概要二十多万 到我后面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是因为我在尝试的时候 发现外骨骼窗带非常复杂 得两到三个人协助 而且穿上走路完全就是机器在操控 腿一下子就被踢出去了 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外骨骼机器人的作用呢 和被动占你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增加骨密度和减少肌肉的萎缩而已 并不是说用了外骨骼机器人 我就能真正的走路了 每天坚持做康复锻炼 一做就是五年的时间了 但收获就是现在身体比以前要好很多 也感觉到越来越有力量了 这两年我也开始尝试打乒乓球 每天都有在训练 所以去年在全国团队会上拿到了女子团体和双打的冠军 也是对我努力的回报吧 可以把球牌绑在手上 然后这样子去打乒乓球 我发现就真的还可以打乒乓球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吧 天天锻炼每周区游一次游 到现在也是两年多了 就现在游泳 挖泳啊 洋泳我都可以游 飞活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受伤第二年的时候 其实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找到新的工作 有自己的收入 目前呢 我也通过做博主和卖水果写公众号 有了一定的收入 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一个目标 给自己定的最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自己 虽然现在还是不能生活自己 但是相比最刚开始的时候 连做起来都很困难 但现在都能借助转移 把转移到轮椅上了 也是慢慢的在不断的进步吧 希望以后自己能够真正的生活自己 不断的挑战自己 其实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虽然因为身体状况有很多的限制 但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 因为只有不断的挑战吧 才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希望 作为一名九年后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拥有一种 不服输敢于拼搏 敢于挑战自己的品格 还有就是做什么事 都应该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并且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